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那个男人不但没有停车道歉 反而对着那个送外卖的女人破口大骂 骂完之后就开着车扬长而去 当时那个送外卖的女人就一直半躺在地上 一看就是很难受的样子 这件事情既然被我看见了 我当然不能坐视不管啊 于是我赶紧下车跑到了她的面前 问她到底怎么样了 有没有伤到哪里 那个 我好像崴到脚了 那个 能帮我一下忙 帮我把这个外卖送到旁边的13号楼吗 时间快要来不及了 真的没想到她现在都已经受伤了 还想着自己的外卖呢 不过同样作为打工人 我当然可以理解她的苦衷 于是我想都没想就直接答应了她 帮她把外卖送上了楼 回来之后 我赶紧把她扶到了我的车上 我说让她等我一下 等我把这边的货送完了 就立马送她去医院 她当时不停地跟我道谢 还说都是因为她影响了我的工作 我说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人 别人不能理解我们 所以我们才要互相帮忙 在我送她去医院的路上 她还哭了 她说自己叫陈云 32岁了 目前单身离异 为了养活家里的孩子 她一个人来到大城市打工 因为自己没有学历 也不会什么技能 所以就选择了送外卖的工作 可是没想到 才送了一个月不到 就被投诉了两单 今天更倒霉 还摔伤了 这赚个钱 怎么就那么难啊 我安慰她说 这不是你的错 是别人把你撞倒的 你才是受害者 再说你一个女人出来 做这个工作 本来就很不容易的 刚做的时候 出错也是很正常的 你不要自责 后来在我的安慰下 她的情绪好了很多 说今天多亏了我 不然她今天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办了 大概20分钟后 我们到达了医院 此时她的腿上 已经肿了一个大包了 医生先是给她消肿 又给她包扎 并叮嘱她 最近一周都别沾水 然后好好休息一个月 就差不多可以恢复了 她听完之后 长叹了一口气 说她如果一个月不工作 连房租都交不起了 本来她一共就工作了一个月 也没有什么存款 这可怎么办 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认识 我也帮了她很多了 可是我既然已经帮忙帮到 这个份上了 也不能半途而废啊 所以我一咬牙 就说我先借给你两千块钱 当作你一个月的生活费 等到你之后赚了钱 再给我就好了 起初她说什么也不肯收 说本来已经够麻烦我了 再拿我的钱 那真的太过意不去了 虽然她嘴上拒绝着 可是最后还是接受了我的帮助 可能眼下也确实没有其他办法了吧 看好了伤 我就把她送回了她住的地方 是一个一室一厅的小房子 位置很偏 屋子的采光也不好 很阴暗 她说因为这里便宜 又是单间 所以就选择了这里 起码一个人住 总是方便自在一些 再加上以后 孩子过来了 也正好有个地方住 我送完她之后就打算离开 她挽留我吃饭 我拒绝了 毕竟今天 我已经耽误了很多工作了 那天的事情 算是我们的第一次相识吧 其实我也没有过多地放在心上 毕竟我一直就是一个热心肠的人 平时的时候就喜欢乐于助人 所以并没有觉得自己好像很伟大一样 可是后来 那个我帮助的叫陈云的女人 又再一次地联系了我 说她现在下不了楼 能不能麻烦我 帮她买些东西 然后晚上我们一起吃饭 她来做 毕竟我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 也没有什么朋友 再加上她需要帮助 我就直接答应了她 那天 我按照陈云发给我的采购清单 去超市把东西买好之后 就来到了她家 一开门 我竟有点愣住了 还以为自己敲错了门呢 因为今天的陈云 打扮地格外的精致漂亮 跟我那天见到她的时候 完全不一样 毕竟那天她穿的是一件外卖员的衣服 今天穿的是一件素色的连衣裙 然后头发柔顺地披散在两边 整个人的气质 看起来温柔又迷人 她当时看我愣在那里 还打趣地说道 怎么了 才几天不见 不认识了 快进来 我这才反应过来 然后拿着东西往里面走 今天屋里给我的感觉 好像格外的不一样 虽然屋子还是那个屋子 可是整体的布置 却完全不一样 之前第一次进来的时候 觉得这里很压抑 今天却感到格外的温馨 陈云说 最近她也是在家闲着没事 然后就把屋子整体布置收拾了一下 以前的时候 她实在太忙了 每天就知道埋头干活 一出去就是一天 家对她来说 只是睡觉的地方 所以她才懒得收拾 可最近她难得闲下来 才开始关注这些东西 然后再加上 我安慰她的话 又让她重拾了信心 重新燃起了 对于生活的希望 能看到 她重新振作起来信心 我真的挺开心的 吃饭的时候 我们一起碰杯 我说既然上天有缘 让咱们遇见 那大家 以后就是朋友了 以后 生活和工作上 遇到了问题 大家一起 互相帮助啊 陈云开心地看着我说 能认识我 是她这辈子 最大的福气 在那之后 我们就成为了 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因为陈云这段时间 在家里养伤 没有办法工作 所以我就时不时地 买了东西 过来看她 有的时候 我忙完的早 陈云就会把我留下来 我们一起吃晚餐 这段简单而又 平淡幸福的日子 让我觉得特别地开心 当时的我 对陈云并没有 其他的想法 因为毕竟 她比我大了五岁 而且又是一个离异 且有孩子的女人 所以我对她 并没有任何的 非分之想 我当时只觉得 跟她在一起 心里特别地踏实 因为她比我大 所以在生活上 很会照顾我 她还特地买了 一个饭盒 说我经常忙的时候 顾不上吃饭 所以她把做好的 饭桩在饭盒里 这样即使我在外面 也可以吃上 可口的饭菜 还有那次 陈云看我的衣服 都穿旧了 她特地在网上 给我买了一件 新的衬衣 那是一件淡蓝色的T恤 说实话 当我穿着那件衣服 站在镜子面前的时候 我还开玩笑地 跟陈云说 我这么一打扮起来 还是挺帅气的吧 看起来 有点像写字楼里面的白领 陈云咯咯咯地笑着 她说对啊 你一直都长得很帅 你不知道吗 就是呀 平时的时候 你天天送货 而且风吹日晒的 把皮肤都晒黑了 要是你好好的打扮一下 那绝对也是帅哥一枚呢 不比那些明星差 每当陈云这么说的时候 我都特别地开心 因为从小到大都 没有一个人 好好的夸过我 而我本身学习也不好 从小又调皮捣蛋的 也没什么本事 所以不管是家人对我 不是打就是骂 所以我从小到大 都很少听到夸赞我的话 当陈云这么夸我的时候 我觉得被人夸赞的滋味 真的还是挺美的 时间就这样一点点地 过去了两个月 此时的陈云 已经可以正常地走路了 当然他也还是去做了 外卖员的工作 陈云跟我说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 虽然他之前的工作做得很不好 但是他不想放弃这份工作 毕竟这份工作如果做得好 薪水还是挺高的 所以他想再去试一试 果然之后陈云在工作中 真的没有再被投诉过了 而且工作也是越做越熟练 虽然这份工作很累 但陈云说 其实他还挺喜欢这种在路上的感觉的 每天走一走跑一跑 他觉得生活很充实 而经过这段时间 我们两个人的朝夕相处 我越发地觉得 我好像已经有点喜欢这个女人了 虽然我知道我们两个之间是不可能的 因为毕竟她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 已经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了 所以她很难再选择相信别人 所以我选择将自己的这份心意 埋藏在心底 我觉得我们两个现在这样就挺好的 我们都是在一厢打拼的苦命人 大家可以互相帮忙 在失落的时候互相安慰彼此 并鼓励对方 这样的日子即使在艰难 也不觉得害怕了 我本来以为我们这段简单而又平淡的幸福 会一直维持下去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因为一个男人的到来 彻底打破了我们之间的这份美好 那天我去找陈云的时候 他家里竟然来了一个陌生的男人 我当时本来打算问陈云的 但是看他面有难色的样子 我就没有多问 只是把买的水果递给他之后 就慌慌张张地离开了 我本来以为自己可以不用在意的 毕竟人家是单身嘛 如果人家想谈恋爱也是正常的 我有什么资格管人家呢 可是那天晚上我却彻夜未眠 心里难受得不行 我突然之间有了一种危机感 好像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失去陈云了 我在想是不是自己可以勇敢一点 对他表达出自己的爱意呢 虽然他离过婚 可是那又如何呢 我们在一起不是很合适吗 与其让我回老家再相亲 再跟别人培养感情 还不如现在就更认识自己 了解自己的人结婚呢 这样的感情来的才最自然 最踏实不是吗 想通了这些 我顿时觉得毛色顿开 整个人都豁然开朗了 于是那天一大早 我就来到了陈云的家 见到他之后 我没有说多余的废话 直接就跟他表白了 告诉他我喜欢他 想跟他在一起 我希望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奋斗 然后在深圳组建一个 我们幸福的小家庭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陈云却说他要离开深圳了 昨天晚上我看见的那个男人 正是他的前夫 他跟我说 他前夫这些年在上海 做生意赚到了一些钱 所以他打算把他跟孩子都接过去 他们一家好好的在那边生活 之前的他因为自己好吃懒做 让陈云跟自己离了婚 如今自己已经知道错了 而且也有了自己的事业 现在的他足够可以给孩子 和陈云幸福了 所以他们打算复婚 而陈云毕竟也是个传统的女人 再说即便是为了孩子 他也会选择他的前夫的 陈云说 其实他早就已经喜欢上我了 如果不是他的前夫突然出现 那他一定会选择跟我在一起的 可是命运偏偏就是喜欢跟我们开玩笑 如今的他为了孩子 也为了我们的未来 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 他说 我是一个好人 以后一定会遇到一个真心爱我 疼爱我的好女人 即便以后他不在这里了 也希望我能够好好地生活 好好地工作 当听到陈云说完这番话之后 我的心里真的很痛很痛 但是我依然尊重他的选择 因为毕竟他是我爱的女人 无论他做出怎样的选择 只要是他心甘情愿的 我都会祝福他的 虽然我们这段感情非常地遗憾 可是我并不后悔 我想如今的陈云 他们一家三口 应该已经非常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吧 为了成全他 我牺牲了我自己 我想这样的牺牲应该是值得的 如今的我虽然每每回忆起 这段伤心的往事 我心中依然很难受 可是只要他这辈子过得幸福开心 我也就知足了 所以我选择用文字的方式 记录下我曾经这段逝去的爱情 最后希望大家的爱情能够没有遗憾 祝愿你们都能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幸福美满 白头到老 故事讲完了 我是爱惜 点亮频道的小铃铛 下一个更精彩的故事 恭候您的到来